哈喽 他三次哦 后边都有什么 诶 去看看 所以今天的特别 为台北邀请到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简称绿盟 研究完吴澄澄 澄澄来到这部中 他是都付这个联丸議題 还有一些教育提供的 大名是有一次 上一段时间在宜兰 有听到他的一只口 我讲到澄澄 一个小女孩 可是讲起这个省电大作战 讲得很好 尤其的很多资料 和我们生活都很相关 咬得很柔 我觉得这部拿来 咪咪君公布 咬大家要怎么办 这样我对不起大家 所以澄澄今天 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 要透过公布的方式 来咬我们大家 要怎么省电大挑战 但是要先解释看看 澄澄你一般会去赌到人 会挑战说 我有必要要那么计较的去省电吗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就会感觉说 省电就是不可以吹冷气 不可以搭电梯 有这么严重 生活就会很麻烦这样 很多人就会有这样 很负面的印象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说 省电其实是有很多 很聪明的方法是可以做的 就是日子还是可以过得还不错就对了 对 日子还是可以很舒适但是可以省电 省钱 这样 你厉害喔 会有公车可以进舒适 好 你这又给一个进怎么样的音 你就完全符合宜兰腔了 加油加油 所以 为什么要做这种我们居家节能 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针对一般生活住宅 自己家里面能够做得到的 就能够有很大成绩的这种居家节能 它能够去完成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们必须大家一起这么关心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现在台湾到夏天的时候 到夏天Abor就很暖 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得到 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太阳很大 在这个时候呢 全台湾的用电量就会很高 就会增加非常多 所以新闻常常在报说台湾啊 可能用电会吃紧会不够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 下午一点到三点 最弱的这个时候的用电 大家用太多了 但是呢 只要我们把这个时间的用电量降下来 其实台湾的这个用电 就会不会那么吃紧 就会比较安全了 那这个下午最弱的时候 这个增加的用电量 其实很多都是来自 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在家里吹冷气的这个用电量 不是那个办公室就在吹比较大吗 对就是我们统一讲 住宅跟商业部门的空调 所以就是办公室也有 你家里也有 尤其是就是亚宝一点至三点 有时候都会爆表就对了 对对 不早 但吃不消就对了 我以前的叫 是说应该是 晚上大家都下班啊 在家里都拼命都打开 冷气了 可能那时候用电量也会很高 可是根据通过来 了解就是 其实就是亚宝的那段时间 有 我们一整天的用电 有三个高峰 在早上大家去上班的时候 是第一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就是 刚才说的上班 下午一点到三点这个时候 那第三个高峰就是 跟咪咪说的 下班的时候 但是下午一点到三点 这个高峰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居家节能 节约能源用电的话 我们也是直接去 沾对上班的那些所在 给控制有更多的 这样就好吗 除了这样子以外呢 第二个还有 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浪费的用电 我们也是可以 把它节省下来 因为这样不只可以 让台湾这个用的电 比较少 你也可以省钱 对你自己来说 也是有帮助的 相近 大家现在是想着说 看可以省多少来 看我好多好 说到可以让大家 很心动觉得说 真的可以省这么多 一般有呢 常常一些 那个卖电器的 他们很聪明 都会举得很详细 就是说 我这个节能标章 我可以帮你 一整个月省下多少 通常那种数字 也都很确实 在你们这个绿蒙去 你们都很关心 这种实际市场上的 其实现在如果你买新的电器 它如果上面有帮你标说 它是这个能源效率很好的话 基本上都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真的可以帮你省钱 但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 大家都有钱买这些新的电器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怎么样在你不会多花到很多钱 去买新电器的方式之下 你也可以把这个用电量省下来 那我们之前办公室 我们自己有试我们同事的家户 那这个家它原本是 每一期的电费是2488元 那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试了一下这个一些 不会影响到它生活基本的需求 然后也不用多花很多钱 那看用这样节能的方式 可以省下多少 那最后它是总共省下了1146元 所以每一期的电费变1342元这样子 所以 因为2000多元电费 电费减酒到纯1000多元 对 真厉害 对 就是不用买新的电器 或不用用不舒服的生活方式 这组织是很大的学问 就是到底要怎么选 尤其也要复合刚才成成功的 要要生活要是要贵到数十 所以我们先了解看看 我们一般的这个厨年 了电的那个大部分是怎么分 什么东西比较了电 这大概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家里面 最后耗电的有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冷气 空调 这个占了三成左右的耗电量 所以大家就要检查看看 你家里使用冷气的方式 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你可以改变 你原本错误使用冷气的 一些习惯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省下这个用点 第二种是我们的电灯泡 就是照明 你们家的灯管 灯泡这些 它占了两成五左右的耗电 所以如果你选到 比较好的灯泡 耗电量比较少的灯泡 这个也会很有帮助 第三种是 单照咖来的电器 也占了两成六左右的耗电量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空调 照明 跟厨房 这三大类 主要就是我们家里面 耗能的三个大部分 照咖 这么大部分 是说一些烤箱 没有 我们台湾 还没有烤箱 有 微波炉 冰箱 有这些东西 加起来 还有台湾有一个 很好电的东西 叫做电热水器 热水瓶 这个在厨房里面 也会耗很多电 所以 稍等 担对这些电器 我们家里面 有的这些电器 到底要怎么去 一行一行 来让它 节省电能 把这个电解 送下来 如果是生钱 也是 我们地球的 领团 主管 要怎么操作 稍等 选一选的一步 一步 教大家 我们先来 一个题外话 好了 选一 你的工作等于是 全台湾到处跑 要宣导 这个节电的 这些 脑耗 这种 一步 是这样 另外一步 是什么 是能源的政策 什么意思 政策 这听起来 很严肃的 就是说 蔡英文政府 现在说 我们2025 要非核家园 这非核家园 要不用核能 这个要怎么达到 就有很多很多 是政府 要做的一些 政策跟措施 我们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就会去施压 去要求政府 要怎么样 让我们2025 可以真的顺利 迈向非核家园 这样 他开支票 你再帮他 帮他检测支票 能实现就对了 我们再施压 怕这个支票 如果没有实现 到时候 危险的是 我们台湾人 对 所以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也可以跟我们 介绍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组织 我们之前 是在 共僚 共僚 原本要盖核寺 那我们在十几年前 就在共僚 那边跟当地的居民 一起返核寺 那返核寺的时候 我说 这不是一个核电厂 的问题而已了 这个是我们 全台湾的 这个用电量 都太高 这个全台湾 用电量太高 就变成 你必须要盖 很多这种 比较危险的用电厂 去提供这些用电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 这么多的用电量 我们后来就收集了 很多国际上的数字 来跟台湾的数字 比较 发现台湾的这个 平均的用电量 真的是太高了 我们有很多 可以努力的地方 把这个浪费的 或不必要的用电量 节省下来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 一直在小小的 一个台湾岛 去盖一个 很危险的核电厂 或盖一个 很高污染的 火力发电厂 我们从源头 自己去 节省能源 对 不用为了要满足 自己的欲望 然后逼着 得要盖核电厂 不然因为政府都会说 大家就是要用这么多 我没去核电 要怎么用火 对吧 对 但是大家其实 不用用这么多 是哦 我觉得是困难的地方 就在于说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没有用这么多 我们都浪费去 这是更坏去改变自己的 因为都已经用了太习惯了 到底有多年习惯 到底我们每天都 怎么浪费电的 其实那些都可以上来 稍等的 绿蒙的 研究员 逛逛 就要建招 拆招 一台一台 急去给我们听听 不是啦 一台一台 到我们要怎么生电 我们来听一声 让你可以心静自然量 不用开冷气的歌 春风软煎 万方的歌声 我们等你今天的是 梦来梦 梦来梦去的 秘密之音 听到万方跟猪头皮 这首春风软煎 在一天去再一分 跟我们做会开工的 是有全港为台北来的 绿色联盟 绿色行 公民行动联盟 简称绿盟 这样看来 我们的研究员吴诚诚 刚刚来到我们 这部中 来到我们 混乡要怎样 在夏天就不够了 这个节约能源大作战 建招 拆招 刚才已经有说到 我们住宅的一些 我们住宅的所在 设备 最后的聊天 就是像空调这方面的 还有照面的这方面 跟厨房这方面 所以就来呈呈 告诉你 我们买在家里 可以说节约能源 那简单的简单 简单给我们加一下 有 我们有一个口诀 叫做待机冷气跟照明 这三大项 加起来的话 如果做得好 这个用电量就可以省下来 待机冷气照明 这大技喔 对 这怎么听起来 我们先从冷气开始讲 不知道大家在家里 从冷气都调几度 我看很多人都去五度 去四度 因为我们朋友 年轻人都调 19 20度 这样有较超过 对 有较超过 对 所以呢我们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冷气呢 它怎么样使用 是真的对我们人的身体是健康的 因为大家应该也有感觉说 你在冷气房待太久 一出来身体都会觉得有点 晕晕的或不舒服 那是因为如果呢 我们室内的冷气的温度 跟外面的温度差太多的话 它会很容易让我们人体出现头晕啊 或者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怎么样的温度是对人体比较健康的呢 我们是建议大家 把冷气设26到27度 这个是会让我们在冷气房待很久 但是身体也比较不会 那么容易不舒服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冷气呢 你每调高一度 它就可以省下6%的电费 是针对冷气自己整体电费里面的6% 对 整体电费的6% 哦 关一多就省下6%的电费哦 嘿 啊 但是呢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 我开26 27 会不会还是觉得有一点热 是不是还是会不舒服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搭配一些措施 第一个是大家在吹冷气的时候呢 你把它调到26到27度 但是你旁边可以加一支电风扇 啊 这样电不是又加了耶 嘿 但是这很有趣哦 因为我们的冷气哦 它是这样 如果你室内的温度已经到了 你要调它的温度 它冷气的马达就不会再一直运转了 嘿 啊这电风扇是可以帮助它 把这个冷气的空气 吹到房间里面每一个角落 让它房间的这个温度 可以赶快降下来 嘿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 反而它会让这个冷气的马达 不会一直运转 啊这个用电量反而就不会这么高 嗯 而且风扇的用电量 相对是低很多的 对 电风扇大概算起来是冷气的五分之一吧 它的耗电量 所以有 那有一种哦 现在都流行那种的行动式耶 看起来哪 风扇 不过油又是冷气 那种东西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在电视上有看过 对 好像里面也一样是有那种 类似冷气的设备 还是放冰块还是什么 糟糕了 我没在看电视购物台 所以我只是有一点点印象 像那种已经有列入你们的研究吗 它的耗电 嗯 还没有耶 这部分我们还不晓得 但是大家如果家里有买的话 可以看看它后面都会有标示 它都会贴一个标签 上面有告诉你这个电器的耗电功率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买的话 你可以看看 看它是多少 那我们一般电风扇的耗电瓦数 大概都是200瓦 那冷气的话大概是1000瓦左右 那你就可以比较看看 这个新的电器的产品 跟冷气和电风扇比起来 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 嗯 尤其这也顺便插播一下 大家都看电视购物台 那就是天气在暖 还看到那种东西 心里尿尿 想说 好啦 不然买一台这个好了 听它说到这样 说的比冷气 多生很多钱 所以现在趁趁就是 教大家要判断一下 它的这个用电量的部分 那也是很大的学问 那是用这种东西 其实说起来 要是可以俗口就是 怎么样搭配其他的配套措施 让这个电量更节省 所以你说的 像冷气26 27度搭配上电风扇 这就是很好的办法 对 还有两个要注意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定期在洗你们冷气里面的滤网 应该是有 家里面有清洁组的要负责这个 大家可以在家里分工一下 如果你把你的冷气打开来 会看到里面有一个网子 不知道你打开的时候这个网子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一般应该是黑的 如果是黑的代表你很久没有洗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家里觉得你的冷气不冷 不是这个冷气已经快坏掉 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清滤网 你没有去把这个滤网洗干净 就会让这个冷气它的效率变差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 每两个礼拜就可以洗这个滤网 这滤网很方便 就拿去你的浴室冲一冲 把这些灰尘啊什么冲掉 让它变成白色干干净净 再装回去 这样你吹的时候它的效率就会好很多了 所以是两个礼拜就要洗一次耶 对夏天 如果你夏天都在使用的话 你就两个礼拜要把它清理一次 不然它上面会积很多脏的灰尘 跟脏东西在上面 影响效能 然后感觉也不卫生 所以麻烦一下 大家家里面一定要分工分清楚 谁是清洁组的 它就是两个礼拜一定要清洁一次 要不然呢就可以还有个方法 就没事呢 家里的人在打赌 赌输的人就是要赶快去洗滤网 好不好 这很重要 因为很容易被忽略 对不对 对 还有呢什么 还有呢 第四个就是隔热 为什么要特别讲到隔热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建筑物大概都是 混泥土的建筑 因为我们有地震嘛 所以我们的建筑形态 就是希望可以防震 但是我们这个建筑的材料 它虽然可以防震 但它也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很会吸热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夏天很热 所以会在开冷气 想要把房间吹凉 但其实这个冷气 那个时候在吹 都是把这个建筑物 每天早上吸的热 把它把这个热吹掉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 就先把这个热 把它隔出去的话 你房子里面就不会觉得 好像有这么多的热在里面 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你们的窗户 装竹帘或者是百叶窗 这样你可以把这个外面的热 会有少部分 就可以先把它隔绝掉 这样你在开冷气的时候呢 它这个运转的效率也会比较好 诚诚你提到竹帘跟百叶窗 我哪是薄的呢 布座的窗帘呢 布座的窗帘 它的这个隔热效果会没有这么好 所以对 如果你家里有就是竹帘 或百叶的话 你可以把它装在上面的话 它可以比较达到 就是把这个热隔出去的效果 在国外 国外他们有一种更方便的做法 是直接在窗户外面做外隔热 就我们不用让热进来屋子里面之后 再用竹帘把它隔掉 我们直接在建筑物的外墙 就把它隔掉了 但是这个在台湾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会有建筑法规啊 什么的问题 这个就要等之后修法才有办法 让社会大众更普及 来做这个外隔热 那现在我们就会建议大家 可以先做内隔热 就加装竹帘啊 百叶窗这种的就可以了 那个也是有点从根源 开始就把热线处理掉 这可能也是需要一些处理的美国 对 竹帘跟百叶窗 这个大家记得 至少呢 比较简单 对比较简单 在山地中红的时候 一定要把隔热这件事情 思考进去 那接下来 我们如果觉得自己真的 这个东西 就是觉得比较老旧啊 那想要太换掉的话 现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大家家里刚好要换冷气的话 然后你之前用的是传统的冷气 接下来可以考虑看看用变频的冷气 这变频的冷气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马达不会像传统的冷气 会一直运转 所以它相较于过去的冷气 可以省下两成到三成的用电量 对 那以前大家会比较少用变频冷气 是因为它比较贵 但是这几年 它这个价钱慢慢有降下来了 那有的时候政府呢 在年初或夏天的时候 也都会有一些节电的补助 就是说如果你购买这些 节电效率好的产品的话 它会给你一些金钱方面的补助 所以大家如果之后要换冷气的话 可以考虑看看变频的冷气 它适合你是在家里 如果你是长时间要吹冷气的话 都很方便 像我们有一个同事啊 她的阿嬷之前因为开刀 那医生就说阿嬷开刀完之后 家里的这个温度不可以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阿嬷呢 在家里装了两台变频的冷气 然后一天24小时都在运转 恒温控制 对 然后是两台哦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装变频的 然后他们也有做好隔热 然后也有像我刚刚讲 加电风扇啊 洗滤网这一些 所以他们那一期的电费 只有增加了大概不到600块而已 两台变频的冷气 每天24小时持续吹两个月 所以如果家里你们也有像 譬如说有人开刀完 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就可以考虑看看 它会是一个比较省电的做法 有时候我们一想到 要两台冷气都会以为很耗电 或者就觉得说那家里的开销啊 电量啊还有买冷气的钱 这些会想得很沉重 但事实上竟然这还是可以节约能源的 就是要有方法 那处理完冷气接下来 那我们来说说冰箱好了好不好 冰箱哦 好好 大家每一口早 冰箱哦 长的样子都不一样 我们有一定可以也都一起注意的 可以节约能源的方法 对不对 对 大家呢 现在如果你在家里可以打开你们家的冰箱看看 你是不是把你们家的冰箱都塞满了 冰到的冰箱 有一种很好地的感觉 哦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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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一直要运转 加上如果你把你的冰箱塞得很满 像我刚刚讲的塞得满满满的话 那这个冷气呢 它也就必须要再运转得更强 才有办法去维持它里面的温度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你现在打开你们的冰箱门 看到里面塞得很满的话 尽量挑选一下 我们让我们的冰箱维持七层满 这样是一个最健康 对冰箱最健康的方式 对冰箱健康 然后也节约能源的方式 其实冰箱要塞到七层 也已经蛮多东西了啦 对 那大家不要那么贪心 老是想要把冰箱塞满 现在买东西都很方便 不用一定要囤积在冰箱 对不对 如果没有啊 这去出品隔壁 都会很方便 来买一下就好了 吃点清的 不要一定冰在冰箱里面 冰箱也没清啊 对吧 所以这个 我现在才知道 现在才知道原来冰箱 如果正常使用的话 它的耗电量仅价 并不是一台电风而已 所以说好好地把它使用 比较重要 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情吗 还有 大家如果 也在你们家冰箱前面 也可以看看 你是不是把你们家冰箱 上面的空间 当成储藏室了 对啊 置物价啊 对 置物价 因为我们台湾的 这家都比较小 所以大家都会 尽量找地方 可以塞就塞 首先大家会塞的 就是冰箱上面 就会放很多箱子啊 放很多平常不太会用到的东西 不可以吗 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冰箱它很重要的是 它有没有办法散热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冰箱上面 都放满东西的话 冰箱没有办法散热 它的马达就要运转得更强 然后低量就会更高 所以建议大家 把你们家冰箱上面的 这个空间清出来 然后尽量 如果你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冰箱 尽量让它离墙壁 10公分左右 这样它的散热会比较好 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冰箱 它是可以靠墙壁 也可以散热的 不过你就是要看 如果你是买新的冰箱 它散热功能比较好 才可以这样放 那如果是它传统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冰箱上面不要放东西 离墙壁 10公分左右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冷气 冰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冰箱也需要它自由自在的空间 请大家给它一点空间好吗 今天听陈陈这个每一个电器 每一行都这样讲过了 大家不然现在在家里 就可以拿条件了 电风 冷气 冰箱 都来检查一下 一些美国处理一下 后来电池的效果 我们就慢慢来发现 自己为这个地球 为自己的荷包进了多少力 再来 可以选的部分有很多 包括这个 我们设计都有这个 插头插座超多的 我们延长线也很多 随时大家都 哇 一个洞当十个插座在用 接下来下一个 刚刚讲完冷气跟冰箱 接下来就要讲一个 我们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用点 就是叫做待机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待机的电力吗 等待着随时要启动的 是不是 对 像大家 如果你现在没有开冷气 但是你的冷气上面 还是有显示温度的话 那就代表它还是在耗电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冷气 它虽然现在没有在使用 但它随时等在那边 让你用遥控器把它打开 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们就把它叫做待机 就是说我们不会使用到那个电器 但那个电器一直等待在那边 等我们把它打开 所以家里有哪一些耗电的 待机的电器呢 包括你们家看 有没有录音机 音响 有的办公室有印表机 或者是有DVD的放映机 洗衣机 微波炉 电视机 还有桌上型的电脑 冷气机 还有电脑的荧幕 还有电热水器 这些都是会产生 待机电力的电器 但常常被我们忽略 几乎都被你念光了 几乎这些我们都会 就是随时都让它在那边 随时standby 等着被我们交换来工作 对 大家只要记得 你只要看到你那个电器 没有在使用 但它还是有亮灯 亮一颗小小的绿灯 或小小的红灯 只要它有亮 就代表它都还是处在 待机的状态 都还是在耗电 所以是怎样彻底拔掉 然后电源关掉 这样是最好的吗 当然最好的话 就是每天要把这个插头拔掉 但是呢 这个插头每天拔 第一个 很不方便耶 每天还要记得要拔哪几个 第二个是这个插头 其实它也不可以一直 叉叉拔拔 对这个插头也不好 它会很容易坏掉 所以大家可以去买 这个延长线 把你们家的待机 都插在同一个延长线上面 像你只需要去管理 这个延长线的开关 就可以把所有的待机 都关掉了 大家会想说 这个待机小小的一个红灯 这样关掉 真的会很有帮助吗 那我这边念一下这个我们台湾的工研院做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是说我们全台湾每家 平均每一年的待机电力会高达548度 那一年大概就有1200元左右的电费 是花在这个待机上面 所以不要看它小小 它累积起来一年也还是很多 都是我们以为 我没在用它啊 可是它就偷偷的用掉了这么多能源 跟偷走了你荷包1000多块钱 对每一年累积下来就是1000多块钱 刚刚这个只是平均 如果你家里又有更多电器 待机又比较多 那可能又会更多 所以像我们现在买一个延长插座 可能一两百块 你可以管理这些待机的电力 那就会非常的方便 你说的这种延长线 是那种要有个别开关对吧 对对 有用才有把它拆下去哦 没用都要关掉哦 对对 那种也很好用耶 然后甚至哦 你如果是要出门多天呢 从那个总电源的那一个 把它关掉 你也连插座都不用去拔 对不对 只要把那个总电源那个红灯 给它按下去关掉 一切都关掉再出门 现在200块就有了 哦 你这不错哦 这些市场调查做得很好 所以这方面的基本的开销 花了之后 后面呢就节省的这个能源 是长长久久的 尤其帅来哦 再来说一下 我们厂家的地方 都有心免听 我应该听你说就说 神明灯也是要省电的啊 神明灯 诚诚你现在接下来讲这个 可能会得罪一些 一些家庭 想说神明灯 怎么能关掉 来诚诚告诉你 好 大家不知道家里有没有神明灯 这个神明灯呢 不知道大家用的神明灯 还是LED的神明灯呢 为什么会这样问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神明灯 它的耗电量每个小时 会高达7.2瓦 所以这样子累积下来 就每个月就会 大概有产生 三到四公斤的二氧化碳 那我们之前呢 在教大家做节电的时候 讲到说这个传统的神明灯 很耗电 大家觉得应该要怎么办 我身边就有一些 比较年轻的少年的朋友就说 那就不要拜拜就好了 不用用神明灯 老年人听了就觉得 很生气 怎么可以这样对神明不敬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讲 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传统的神明灯 虽然耗电 但耗电不代表 我们就不可以用它 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这个神明灯 是LED灯 它的耗电量 只有原本的传统的 神明灯的十分之一 所以你只要换成这个 LED的神明灯 你每个月可以减少四度电 相当于可以减少2.3公斤的二氧化碳 所以你还是可以这个拜神明 但同时也可以对我们的环境 尽一份心力 然后你的电费量也可以减省下来 这样阿公阿嬷 熬起来 这个孩子如果说 阿公阿嬷 人们都说要节约能源 你的神明灯 都没做什么 要关掉 那你说阿公阿嬷 就要给他 给他教育回去的时候 什么关掉 什么关掉 你要去买LED来 让我用不得到 对所以不知道阿公阿嬷 有没有去庙里面帮忙点那个光明灯 现在政府就有在补助这些寺庙里面的 这些光明灯都换LED灯 因为寺庙里面这些灯 不会像我们家里只有一两盏 他光明灯大家点都是几千盏这样点 所以这个政府他现在就会补助这些寺庙 鼓励他们换LED灯 这些寺庙就很开心 用电量也省下来 也可以跟他们的信徒说我们这个是很环保的 节约能源的这个光明灯这样子 哇有意思 对从寺庙的这个神明灯啊 就是点 我们的庙里 可以点整片墙面的那些灯 如果都能够换成省电的话 那当然是节省就会非常具体 那无论如何先从家里做起 家里还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太太神奇了 好可怕的一个家用品 他耗电量超出我的预料 就是开饮机 我们家里有时候随时都想要喝的水 那里面就会买那种看起来很专业 随时都会有烧水有冷水 这个饮用水就开饮机 城城他竟然你们调查出来 它是那么的是耗电的一种家电用品 对这个大概是两三年前的时候 这个工研院做的报告 就是我们全台湾总共有548万台开饮机 那这些开饮机的用电量 加起来是全台湾三分之一座核电机组的发电量 所以大家常常会说 我们台湾一定要用核电 没有核电不行 但是你看 其实我们核电的这些电是花在哪里 很多就是花在开饮机 就是像这些电上面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开饮机 它的电是可以节省下来的呢 因为大家想想看 我们一天的24小时 都需要喝到100度的热水吗 不用啊 尤其现在天气变暖 没经常在喝热水啊 对啊 你可能早上起来 我泡个牛奶喝一次 中午泡个泡面喝一次 晚上再泡个咖啡喝一次 一天可能只需要喝三次的热水 可是这种开饮机热水器 它的运作的逻辑是什么 它就是我24小时都把我的水加到最热 一直等在那边 等你来用我这个热水 所以我们这个三分之一 核电机组的耗电量 是花在这个开饮机上面 其实很多就这样浪费掉了 就是很多是我们不需要时常喝到热水 但是它还是在耗电 帮我们去把那个水加热 就浪费在这些地方 那你意思是说 希望大家不要用开饮机吗 对 如果呢 就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不要用开饮机 大家就会想说不行啊 我还是要喝热水 所以这边就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开饮机的使用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让你还是可以喝到热水 但可以不要那么耗电 第一个方法是 大家可以看看你们家的这个热水器 它的保温的温度 你是设在几度 这个一般的这个热水器 你可以把它设成98度 90度或60度 如果你设在98度 代表它24小时 就一直要把它加热到98度 如果你设在60度 代表它只要加热到60度就好 所以第一个最方便的是 可以你先在上面直接把它按成60度 这样就可以稍微降低电费 那第二个方法是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平常最常用到热水器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间 譬如说像我们家 可能半夜12点 到隔天早上8点 因为大家都在睡觉 根本不会有人起床喝热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刚刚讲的延长线的插座 或者是还有一种插座 叫做定时器的插座 把这个热水器在半夜12点 到晚上8点的时候关起来 那隔天早上8点 它再打开 这样就可以省下 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用电量 这样子严格控管 把那个工具准备好 那种可以定时的 那也是现在都很好准备 然后可以设定时间 的确是个方法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使用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用那种筷子糊 是很方便的 就是我要喝多少 喝杯吃 喝杯喝就一两分钟 就滚起来啊 所以只要用那些就好 并不需要家里 随时都准备一台开饮机 24小时这样 不过我是知道 很多公司啦 工厂 我们都一定要有一台开饮机 因为方便 大家做工作啦 来这人家来 要喝随时都方便 所以说 也不是说要做 先你的这种 筋锁 说我说 吃了电 吃了电 你会记得成成功的 不是喔 真的完全都没在使用的时间 我们就把它彻底关掉 然后你早上八点之前 如果你使用的时间快开始了 你设定预约 让它早一点 提早个可能半小时 开始运作 这样就行了 那一天真的也是 日子久了 我们每个人都尽了一份心力 都省下不少的电了 那这个 开饮机的部分是不是 到这里 乘乘感觉 就是 还要欢呼的吗 我们办公室 静静地有用 米米缩的这个快煮壶 就我们把热水平换成快煮壶 我们每个月省下了30度的电 这边可以跟大家 讲一下这个结果 现在快煮壶 外面大概一千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们家的热水器 比较老旧了 刚好要换 也可以考虑看看快煮壶 它很方便 又可以省电 这样子 这个绿蒙呢 逞成你们办公室 根本就是一个实验场所吧 就都从自己做起哦 然后都会仔细地去观察 到底省下多少电 大家哦 一往收到这个电汽 都没在注意看 现在开始我们来做这个 节约能源大挑战 那每次看电费单的时候 看看自己省下多少 而且呢 电费单都有 都有一个栏位 所以是与上棋相比较 那有时候省下来的电 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去年变了这个时尽 用多少 今年我生多少 那种成就感是不错的 就等你继续回来 还有一些节约能源 一些谣言 我们也要来破除 来了解看看 在点47分 你等你收听的是 咪咪之音 今天第二点 我们邀请到绿蒙 研究员 吴晨晨小姐 到节目上 全港位台北来的 跟我们说 怎么生电 生荷包 怎么可以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走下来 来说到 我们都常常 风声这 风声那 晨晨 我有当时 也没听过 我那时候之前 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说 他现在都晚上洗衣服 因为他们电费 这样可以省下来 我听了吓了一大跳 说 当以来的 这不正确的谣言 怎么会有 这样子的谣言 所以这边 跟大家来讲一下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 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晚上洗衣服 电费会比较便宜 其实这个是错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计算 我们每一个人 用的这个电 用了多少的电表 它是累积的 他根本不知道 你在几点的时候 用了多少电 所以你晚上用这些电 他也不知道 你是在晚上用的啊 所以呢 除非你去跟台电 申请这个 电子的电表 或智慧电表 他才可以知道 你是在每天的几点 用多少电 知道几点 用多少电之后 台电就会给你在 不同时间 有不同的电费 这样你在不同时间 用他电费 才会有差别 所以大家 我们在晚上 洗衣服的 这个好处是说 下午的时候 用电比较吃紧嘛 那我们大家 不要在下午的时候 洗 我们把它移到 其他时候洗 但是他这个电费 不是真的就可以 马上节省下来 好好好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谣言 风霜 不要再相信 什么晚上洗衣服 电会比较便宜的 不过合理的情况是 诚诚说的 一般的时候 大家都在用 用得比较凶 所以那时候 不要洗 那也是有道理啦 还有一个 也是最近常听到 有人跟问我们说 是不是今年夏天 要电费会涨很多 但是呢 我们也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不正确的 因为呢 我们原本台湾的电费 就有分夏天 跟非夏天 那因为夏天 这个发电的成本 比较高 而且大家夏天 用的电比较多 所以本来台湾 夏天的电费 就会比较贵 这个是每年都这样的 不是只有今年夏天而已 但是我也很好奇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知不知道 家里的电费 是多少钱 因为我们出去演讲 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电费 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 自己一个月要缴的 一个月或一期 要缴的电费是多少 所以大家今天听完 可以回家看看 自己每一期 要缴的电费是多少 你做了一些 省电措施之后 之后有没有节省下来 那我们也常会 现在都使用手机啦 iPad啦 这种平板啊 电脑 都说什么LED 它会有那种蓝光 会伤害眼睛 这是真的吗 确实LED会有蓝光的问题 大家如果在网路上 找也可以找到 很多的研究 但是呢 我们这个国家能源局 有跟大家解释说 这个蓝光是怎么伤害眼睛的 这个蓝光伤害眼睛是 如果你一直直视那个光 它才会比较有这个麻烦 如果你是用来照明 你没有一直用眼睛 直直的看它的话 就比较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用LED的神明灯啊 或者我们家里 客厅的灯泡改用LED 这些是不用那么担心的 嗯 好 然后还有一个 很多人呢 也的确都很环保爱地球 随时就在关灰 关灯 进出房间 随手就关灯 然后下一个进去的说 我就马上要进来 你为什么要关 他就说 要这样子节约能源啊 请问一下 随时随地随手关灯 是一个好的习惯吗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政府都教我们 从小我们在学校 老师也都教说 要随手关灯 可是之前我们台湾的这个 专门研究这些的智库 有研究过 你如果关了之后 马上打开 关了之后马上打开 反而会很耗电 所以他们现在统计出来 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 如果你三分钟内 还会回到那个房间 就不用一定要把它关掉 我们因为这个标准很难定 所以我们就先以三分钟 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三分钟内还会回去 就不用把电器全部都关掉 那样反而对这个灯泡来讲 会比较好电 三分钟三分而已 其实时间没短 是上个厕所 或出去买个东西 这样三分钟内 就是都还是在这个 可以不用关掉的范围里面 好 好歹有个准则 在家里就不至于真的争吵 到要打起架来 就是觉得说到底这样 到底有没有省电 好 今天程程说了三分钟 好 大致上抓个时间来衡量 到底要不要随手关灯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想可能今年夏天这个即将迎接的就整个用电的这个部分 呃程程你也带来一些我们今年夏天节电有一些鼓励的方案是不是 对对对对我们大家很实用的 嘿对就是今年夏天因为台湾的用电量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政府就给大家一些节电的优惠 所以呢如果你们家里有人会上网的话呢 可以请这个会上网的人帮你们上网 然后搜寻 嗯 以下这七个字叫做 夏季节电奖励金 记得夏季节电奖励金 这七个字 那你搜寻之后呢 就会进到这个台电的网站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 申请完之后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你接下来夏天 你跟去年同期比你的用电量有省下来的话 每省一度电台电会给你零点八块钱的回馈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 假设你省下十度电的话就是八块钱 那更多的话累积起来就会越多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夏季节电奖励金 然后在线上申请 嗯 像这样我有个私人的矛盾 你看台电它是在卖电的 可是它也是在教大家要节约能源 省电要省钱 然后我身为一个老百姓 我心里会想你是真心的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台电是一个卖电的公司 所以我们不可以觉得说 台湾的这个所有能源的政策 只要交给台电就好了 所以就有很多是这个我们的政府 包括能源局跟经济部 要拿出更多的guts来做更多的事情 不然你光是交给台电 刚明明说的很好 他们就是要卖电嘛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依靠他们就真的完全就把台湾的这个电省下来 所以我刚刚介绍这些节电奖励其实也是中央政府今年他们思考的一些节电的措施 对 那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家的电费单 如果你们家是一个家庭 但是你们每个月用电的度数都超过700度 啊电费都超过2000元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申请台电的这个时间电价 时间电价是什么 我们刚刚有讲说 一般家庭你如果晚上的时候洗衣服这个电费是不会减少的 但是呢 因为台电知道可能有一些家庭用电量比较高 所以他会帮你们装这个时间电价 就是在不同时间 他的这个电费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台电他你申请了时间电价之后 台电就会来你们家帮你们装这个电子的电表 或者是智慧电表 就可以计算你是在几点的时候用了多少电 啊不同的时间给你扣的电费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申请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效的按照这个方案把你们家的这个电费节省下来 哦你说台电他会因为你是个人的需求 哪个时段用电量比较高 所以他会评估给你这一段时间电费反而便宜一点 嘿对他们是分成尖峰半尖峰跟离峰 啊尖峰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 那因为这个时候全台湾都在用电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也一起用电的话 你的电费就会比较高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鼓励你在尖峰以外的时间来用电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们家的电费每个月是超过两千元 或者你们家是开小商店 结果每个月的电费是超过两千五百元的话 都可以在台电的这个网站上申请时间电价 对你们来讲可能会比较划算 这个没搞一定要记得啊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竟然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 然后去订一个与众不同的电费的计价方式 但事实上他也有他的逻辑啊 希望还是能够协助大家都多避开一些建峰时间的用电量 今天觉得好多听到很多这个秘语 谢谢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陈诚 专程从台北来分享这么多这个节电省电的好用的方法 陈诚很感谢你 那我虽然你从台北来 可是我觉得这么实用的东西 等到夏天我们遇到有其他问题的时候 我们如果随时再call你过来可以吗 没问题 好 很好耶 感谢诚诚 本节目由悔金锅 红柯鱼 土人狗 白白白 和水家人 独家赞助 感谢收听 后礼拜再会 咪咪之音节目 感谢萤火虫 白富央鸡 彩玉 花嘴鸭 以及红罐水机独家赞助 谢谢您的收听 下礼拜天早上十点 我们再见咯 拜拜